软软 月亮只有一夕如环 细细长如绝 何况是人 那就一辈子吧 大多数女人 都没有嫁给最刻骨铭心的那一个 我得到了临近 并非不爱 何须伤感 或许每个女人 年轻的时候都曾遇到过她的陈小正 然后才会找到临近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快起来 别吓我 我是认真的 上一次我尽情准备的 被搞得一团糟 这一次 我只能突然袭击了 薇薇 嫁给我吧 这句话我只说一次 我听说一次 那我会一辈子 照顾你 给你幸福 对 你 幸福 你 你 别急 别急 怎么了 我又说错话了吗 林静 我 太突然了 我没准备好 那你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好妻子 但是我愿意试 林静 嗯 我是不是应该收到一枚戒指啊 啊 我刚才太紧张了 落在房间里了 我也是刚刚下怪的时候才发现的 还有 你刚刚的表现 真的很多 软软 月亮只有一夕如环 细细长如绝 何况是人 那就一辈子吧 大多数女人 都没有嫁给最刻骨铭心的那一个 我得到了林静 并非不爱 何须伤感 或许每个女人 年轻的时候都曾遇到过她的陈小正 然后 才会找到林静 而每一个男人 而每一个男人都曾是陈小正 当她终于成熟 就变成了林静 好了妈 你先别激动 我们以后再讨论她 拜拜 拜拜 孙阿姨 没事 一切交给我就好了 我的问题 不会解决的 可是 没有可是 相信我就先 对了 我大爵士的一个同学啊 介绍到一家 合资公司做VP 公司虽然不大 但是发展前景特别好 你不打算 再多休息一段时间吗 虽然你跟淑宝花费不大 但是如果我没有一个 稳定的工作 我哪有脸去你们家 跟你爸妈说我去呢 去我家 我当然要明媚证据去提亲啊 你啊 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为了成为世界上 我们不要再来 看来 对 那我们发生吧 你 就有点 不错 对 就有点 有点 我们在这种 人费用的 人费用的 有点 孩子 接婚啊 是你们俩的事 只要你们俩想好了 那就行了 真是没想到啊 咱家薇薇 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爸 我都二十七了 我知道你二十七岁了 可是我就是觉得 时间过得太快了 在我看来啊 你呢 一直还是 天天跟我降罪那小丫头 我现在还是可以跟您降嘴啊 而且 我们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 你回来干什么 都是人家媳妇的还回来 人家媳妇不是你女儿啊 就是 叔叔 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薇薇的 好 我相信你 我去看看我那个顿鱼 叔叔 我帮您吧 那好 那你过来吧 薇薇 她是什么反应 孙阿姨 她应该是不同意的吧 但是 林静说她会解决的 她会解决的 一时想不通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等你们将来结了 婚了 时间长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林静是个好孩子 你跟她在一起 妈妈是放心的 其实 你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 都是妈妈的不好 你 我说人家 我会遇到你 我会遇到你 我看她的 我去看她的 你会不会 那我做的 我现在没看到这 我真的想不通 那我 你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